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杨阳君 欢迎回到我的游戏彩蛋和细节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期 无剧透的王国这类彩蛋和细节盘点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期了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投稿了一些 涉及剧情 涉及结局的细节和彩蛋什么的 杨阳君我打算晚一点 再把它们做成视频 因为有很多人才刚开始游戏 或者惨一点的卡带 甚至还在路上 废话不多说 我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第一个细节我们来补充说一下 花走盖农 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 它非常夸张的一个细节 那就是晴天和下雨天 我们帮它浇花 隐藏的对话竟然也会不一样 当然我们在这里 帮它考一考这些花 也有不一样的台词 而且投资水之国 以及丘丘焦也会被视为浇花的行为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投资的位置 在花园的旁边 如果丢到了花朵 就会被视为伤害行为 约翰在水之力量的蛋白石和魔法杖结合的话 就可以发挥水的力量射出水球 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蛋白石杖了 也会被视为浇花的行为 合情合理 不仅如此 其他地方的田地 也都有这些浇水的细节 比如卡卡利克村 和好的哥凉 纳金和哥斯丁 比如哈特诺村 种番茄的这位老哥 比如哈特诺村 种南瓜 不是很顺利的羽姬兄弟 就像大家看到的 NPC和路人 也会对水有反应 有时候他们会感到惊讶 有时候就觉得太凉快了 然后如果走遍了整个海拉罗大陆 发现大家对水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沙漠市集里的守卫 会担心身体受凉 利特族他们则会吐槽翅膀要湿掉了 火山这一带洞口 正在准备下框的矿工 不仅会感谢你 而且还会有额外的对话 清水的索拉一族 则会表示好舒服 搞多点 真的是太戏了 但是一个水 就有这么多的文本互动 说完了水 我们来聊聊瀑布 在空中飞的时候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半截的瀑布 是从空岛一直流下来的 往这个瀑布在半空中就会消失不见 细节则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雨水的缘故 瀑布延伸到了地面 刚好这里有个湖接住了水 这时候我们穿上卓拉铠甲 就可以攀布一直攀到空岛 来要去带大家看一眼美极乐的日出 接着仍然可以找大妖精们强化服装 不过步骤稍微复杂了一点 得先找乐团以及乐团失散的成员 然后宰着他们 然后宰着他们来到大妖精处演奏音乐 才能吸引大妖精从花苞里面出来 当大妖精们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听到团长的这一声欢呼 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这个音效 这帽子还有这个动作 这里非常有可能使得自禁骂了 自禁他最经典的口头餐 接下来是第四个细节 我们照例来聊聊沙漠里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地下街的时候 可以看到门卫这样吐槽我们林克的身高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了 官方和玩家一起来吐槽 还记得野炊里格鲁德小镇的这间房子吗 里面有一本书却放在了高处 互动就可以看到一行小字 太高了 无法阅读 即使我们搞个木桶什么的 垫高一下 还是无法阅读 只有晚上小姐姐过来了 才会念给我们听 而在网类里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本书 依然还是太高了 无法阅读 但是这次如果我们找个东西垫高 林克站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阅读了 同样还是在格鲁德小镇 还记得这个酒吧吗 叫做什么纯爱酒吧 在野炊里 如果我们去吧台对话 就可以看到酒宝称呼我们为海莉亚的小姐 一说什么 成人之后再来光顾酒吧 野炊里 林克和萨尔达应该都是17岁 还是未成年 不能饮酒 但是到了数年之后的亡类 这个时候 林克成年了 我们再次来到酒吧 酒宝就会主动请我们喝上一杯 这杯八一遇上博弈 其实是鸡尾酒来的 估计度数还不低 老人还记得这些细节 真的是挺棒的 接下来我们聊聊哈特诺春的一个NPC 名字叫做万座 平时就在这个紫色的大蘑菇下站着 动作有一点点猥琐 似乎在偷看着什么 原来看上了对面杂货铺的招牌女店员 阿伊比小姐 万座也是非常痴心的男儿 每天晚上阿伊比下班回家了 他就一个人在店门口呲呲的看着等着 是哈特诺春少数晚上不回家的NPC了 这里有个小小的任务给我们 那就是问清楚阿伊比小姐姐喜欢些什么 结果居然是青蛙 这肯定是随口胡说的吧 接着我们回去找万座 他喊我们帮他找来十只素素青蛙 接着还会说什么 塞尔达公主殿下都比不上阿伊比这样过分的话 细节在哪里 在我们做完任务给了万座十只青蛙之后 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去他家里看看 就可以看到一些素素青蛙 在他家里跳来跳去 然后消失不见 为什么说这间房子是他家呢 因为在野村里 他追求的是旅店的老板娘 我们要找十只精力炸猛给他 完成之后 他就会一直靠在自己的家门口 第七个细节我们来聊聊林克的细微动作 就那最普通最常见的走路来说 当林克走到边缘的时候 靠近边缘时就会低头往下看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细 前作是没有的 不仅如此 当林克走路靠近墙壁的时候 也会抬起头来往上看 可能是对接下来的爬墙在做准备 这种小细节就很赞了 不然大家有没有发现呀 接下来讲讲两个新的投资物的细节 先来讲烟雾弹 烟雾蘑菇 可以产生大片的烟雾 让战斗变得异常轻松 讲什么细节呢 讲这个金丽蜜蜂的蜂蜜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树上有这么一个蜂巢 可以把它设下来做点补金的料理也不错 玩玩就会被一群小蜜蜂 遮个那么一两下 但是如果我们搞蜂巢之前丢个烟雾蘑菇 这个时候蜜蜂就会四散而飞 并不会遮我们 是不是非常的细 在现实事件里 有些采蜂蜜的步骤就是需要烟雾来熏走蜜蜂的 还记得旷野之西里非常害怕蜜蜂的猪猪们吗 在王类里我们可以将蜂蜜附在武器或者弓箭上 让蜜蜂去攻击这些可怜的敌人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一招对装甲波克布林完全不起作用 我们甚至可以听到蜜蜂撞到护甲上的音效 说完了烟雾弹我们聊聊散光弹也就是这种散药果 这也是王类里新增的一种水果细节可不少 首先是散药果的普通用法 当然是让怪物失明了 不管是打小怪还是打boss都是蛮好用的 不过在对付没有眼睛的敌人就不怎么好水 还有就是散药果可以秒杀各种骷髅 是真的秒杀 连个头颅都不会出现 也是非常的细了 有点这个圣光法术可以伤害不死生物的感觉 还记得弟弟的这个巨把加码吗 散药果同样对他也有奇效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藏的最深的细节 其实是散药果搭配多连弓 是可以解开镜子与光线的谜题的 散药果也会发出光芒 只要射的足够多射的足够快 配合零刻时间可以在瞬间产生大量的强光 可以解谜打开开关 也是合情合理 真的是太细了 好了 绝对今天最后一个细节了 我们来讲可可爱的雅哈哈 克罗格 在讲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老林克技能的细节 找到野炊的时候 NPC就会被林克的炸弹所吓到 而在王类里 不管是通天术还是揪击手 同样也会惊吓到路人 从路人和NPC的角度来看 也确实是吓人 比如说地面突然有个人穿出来 那不是得吓个够呛呢 比如说好端端东西 道具武器什么的 突然自己冻起来凭空飞来飞去 想想都着实吓人 那么这些关克罗格什么事情呢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到背包克罗格吗 这里有个小细节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先去对话 但是我们直接就用揪击手抓取他们 他们就会被吓到会中断技能 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台词 不仅如此 当我们遇到第二次克罗格 同样也是不说话 直接就上手 又有不一样的台词 说什么 如果你能看见我的话 能不能请你稍微对我温柔一点呢 哇真的是超细 克罗格之所以会被吓到 会惊讶我们居然能看到他们 因为这些克罗格都是森林的精灵 正常人是看不到的 刚才我们说到用揪击手会吓到路人 细节的地方就在我们用揪击手 将克罗格吸在半空 吸在NPC的面前 这些个NPC和路人竟然非常的淡定 因为他们就是看不见这些哑哈哈的哑 是不是非常的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老任对细节的处理 已经到了巅峰造极的程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王国之类彩蛋和细节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投稿和支持 这个系列应该也会持续的做下去 素材录制整理不易 喜欢这期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 写个弹幕和评论 这里是杨阳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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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